好意外的消息来看 这是发生在台北县板桥市 凌晨所发生的火警意外 凌晨三点左右呢 有一间位在板桥市淮仁街 金纸专卖店 疑似因为电线走火 一楼呢瞬间被大火吞噬 还好消防队出动了云梯车 把困在楼上的五名住户 及时救出来 消防队员用电锯强行破坏铁门 弄弄的白烟立刻从屋内窜出 由于里面摆放金纸和蜡烛 这些易燃物 火势延烧的相当迅速 消防队员拉长水线 往一楼起火点灌救 也出动云梯车 把握时间把受困在楼上的住户 强救出来 被抢救出来的住户 一连金魂未定坐在地上 这起火警发生在凌晨三点多 板桥这间金纸专卖店 依次电线走火 加上店内都是易燃物 火势蔓延的相当迅速 索性消防队及时抢救 大火在一个小时后就扑灭 五名住户也全部获救 受到轻微的呛伤 就许的旅龙生台北采访不到 质量